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术啊 超级变变变 身体变大 身体还能变大 身体超级大 有没有觉得身边的物体都变得迷你起来了呢 天荒地老我不散 阿阳解说天天看 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本期的阿阳莫德白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魔术啊 可以说是今年我玩过最有意思的一款魔术了 魔术名称 Chisel Me 翻译过来叫做 找我 什么鬼玩意儿 因为魔术道具的特殊性 我就称它为超级变变变魔术好了 虽然魔术道具不多 可其中每一个都能够让你玩上一整天你信不信 它们的名字叫做物质体积校准一 分别可以将我的身体缩小到原来的两倍 四倍 十六倍 甚至四千零九十六倍之多 又或者是这种 可以将我的身体放大为原来十六倍的道具 单纯跟你们说 你们可能还不明白 没事 我们直接进入实战环节 现在我手上这件道具啊 可以将我的身体缩放到原来的二分之一 用过之后 我的身体马上就变得跟草方块一样高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小 那这款四分之一缩小一 这样一来我的身高仅仅只有草方块二分之一了 如果你觉得四分之一缩准一还是不够的话 你还能使用这款八分之一缩准一 不过我是不太推荐变得太小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走路都变得异常困难 你问我为什么 腿短延我有什么办法 不过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破坏地依然存在哦 这个时候小伯伯的脑袋里肯定灵光一闪 王阳老师 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可以变得很小一样 然后偷偷去拆了朋友的家 他们也不能发现吗 别说是我教你的 有劲什么的该不负责 说到缩小 仅仅八分之一算什么 跟其他的变态模组一比 完全钻不上一款厉害的模组 放心 我们这边还有最新的体积校准一 四千零九十六分之一版本 先看这个缩小两千零四十八分之一倍的校准器 我的天哪 一朵小红花在我看来都是旁人大物 可惜这缩小四千零九十六分之一倍的校准器 和缩小两千零四十八分之一倍的校准器 没什么区别 估计现在的我真的是太小了 看不到明显的区别还是挺合乎心理的 当然模子中可不仅仅只有缩小校准一 看着这四个体积校准一放大版面 最大可以将我的尺寸放大到十六倍之多 别问我为什么没有放大四千零九十六倍的道具 哪怕真的有 我的电脑也吃不消 二倍效果的校准一感觉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还是换四倍放大效果的 来看一看吧 哇塞 我的身高现在这个标上就跟树一模一样了 现在该喊我什么你知道了吧 哈哈没错 我就是扭曲输筋 可把自己放大四倍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屠龙一族 至存高远 现在这八倍才比较符合我的身份 现在的我 别说什么山丘树林了 哪怕是珠穆朗瓦峰 我都会一脚跨过去 简直就是赶露神器 要是庞然大物的话呢 现在的我也已经是之前的十六倍之大了 你们说这个状态的我打得过哥斯拉吗 打得过个头啊 我只是身体变大了 能力又没有变强 哦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身体变大连水都泡不到了 好惨得一难的 好了各位小伙伴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期视频呢 本期爱莫莫的爆强到这里就结束咯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话 记得点播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